事实证明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手 伸向哪里 哪里就不得安宁 就会战乱重生 中方认为 彼此尊重 平等相待 才能和睦相处 坚决反对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人 把自己的安全 建立在别人不安全之上 有的国家 肆意插手他国的内政和地区事务 动辄单边制裁 武力胁迫 四处发动颜色革命和代理人战争 搞乱一个地区以后 一手了之 留下一个烂摊子 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 在亚太被复制 强调相互尊重 很重要的是 尊重对方的战略自主和发展权 而霸权主义的最重要的表现 就是剥夺别人的战略自主和发展权 有的国家对法治和规则 合则用 不合则弃 拿家法 邦规 强加于人 甚至 用自己都没有参加的公约 约束别人 其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次序 从来不讲清楚 是什么规则 谁制定的规则 采取的是例外主义 双重标准 维护的是少数国家的利益 遵循的是少数国家的规则 公平正义的发展环境 是亚太国家共同利益所在 谁想在这里割韭菜 薅羊毛 搞弱肉强食那一套 都必将遭到各国的共同反对 有的大国提出的所谓印太战略 中方认为 不管什么样的战略 都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 以所谓的假想威胁 构建排他性的军事同盟 否则 极易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 试图推进亚太北约化 其本质就是绑架地区国家 渲染冲突对抗 只会让亚太陷入到撕裂 纷争和冲突的漩涡 历史已经证明 集团政治分裂对抗 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 只会加剧局势的紧张 破坏地区的稳定 今天的亚太 需要的是开放包容的大合作 而不是拉帮结派的小圈子 我们不能忘却 两次世界大战 给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绝不能让这样的悲惨历史重演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 始终崇尚 以何为贵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 从未主动挑起一次冲突 从未侵占别国一寸土地 从未发动过一场代理人战争 是全世界和平记录最好的大国 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但绝不会放弃维护自身震荡的权益 更不会牺牺牲国家的核心地义 中国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 歌词写到 朋友来了游好酒 豺狼来了 有猎枪 这体现了中国人民 厚道友善 不畏强权的民族性格 关于中美关系 这事关全球的战略稳定 也是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 中方认为 中美双方应不负期待 顺应时代潮流 中美关系的意义早已超出双边 影响全球 国际社会普遍希望 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担忧发生冲突对抗 不可否认的是 如果中美发生激烈的冲突对抗 那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 中方认为 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样子 不能为一时之时 挑起阵营对抗 而应固权大局 以交流合作 化解分歧 回应各国的期待 应不忘历史 吸取经验教训 中美制度不同 差异很大 但并不妨碍双方 求同存异 发展双边关系 也不妨碍 双方基于共同利益 深化合作 历史一再证明 中美和两立斗俱伤 中方一直寻求 以美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 但这需要美方拿出诚意 言行一致 以实际行动 以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两国两军关系 止跌其稳 因不具困难 找到相处之道 这几年 中美关系 徘徊在建交后的低谷 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缘由 大家都很清楚 世界足够的宽阔 完全可以容纳包括 中美在内的地区各国 共同发展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三条原则 才是中美两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去年11月 习近平主席 同拜登总统 在巴黎岛成功会晤 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希望美方与中方 一道落实好 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共同推动 中美关系走出困境 重回正轨 更好的造福 两国和世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